平凡的荣耀正在热播中 白剑廷饰演的孙一秋 是一个无学历 无背景 无经验的三无职场小白 众人都以为 他是靠关系才来到了 实习生们和他走得近 也是以为他有背景 所以想要利用他 待发现他没有学历 没有背景时 一个个都疏远他 也只有实习生蓝千亿 真心想要帮助他 在一次实习中 要求众人找到搭档 并找到羡慕 在周五的时候 进行模拟投学会 这决定了众人的去留 于是一直被冷落的孙一秋 立马成了抢手对象 起初孙一秋还害怕 自己能力太差 没人会选自己 突然看到自己 一下子如此强手 明知背后有问题 但还是自欺欺人 直到林雨明直接点破 他们选的不是搭档 而是炮灰 因为孙一秋能力最差 跟他一组 反而能劝托出自己的优秀 这事好帅也找到孙一秋 想和他搭档 面对众多的选择 吴克之导出一句话 合作不就是为了各取所需吗 孙一秋想着好帅 在外调研实战经验肯定丰富 与他合作定能学到一点经验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好帅什么都不做 把所有的事都丢给了孙一秋 还指手画脚各种否定 孙一秋什么都没学到 在此之前 蓝千亿也是找过孙一秋的 主动提出做他的搭档 但是因为林雨明的话 让孙一秋以为 蓝千亿跟其他实习生一样 也都是想拉他做炮灰 孙一秋可真实误会蓝千亿了 蓝千亿从来没有嫌弃过他 从来都是真心帮助 而蓝千亿的优秀 也是不需要任何人衬托的 他只想真心找一个合作伙伴 孙一秋不会像其他实习生一样 去算计搭档 拆搭档的台 孙一秋只想证明自己 蓝千亿也是看到了 孙一秋的这一优点 所以才会主动和他合作 蓝千亿想与一秋合作悲剧 得知合作理由后瞬间后悔 后来孙一秋和蓝千亿的误会解除 也知道了蓝千亿是真心想和他组队 但是因为误会 孙一秋错过了最佳搭档 蓝千亿与孙一秋合作 是看到了孙一秋的闪光点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